其实不管是总统治国家或内阁治国家 国会都有调查权 也都没有在合法的事由下拒绝证言 都可能被判藐视国会罪 所以这倒不会说因为我们政府体制 也许补权宪法跟总统治内阁治有一点点不同 我们就不能够采取这个制度 事实上大法官在两号解释都说 我们是国会为了行使职权的必要 他有国会调查权 都已经肯认了这件事情 我刚刚觉得某些专家的发言 对于外国的理解可能是有点误会 所以我今天只是简单准备一个简报说 就美国来讲 厘清今天要关心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私人企业或私人可不可以拒绝证言 或者说如果在作证的时候 会公开到他一些企业的秘密 那我们要怎么防卫 其实这个在美国都有制度可以解决 并不是说因为担心这个 所以全部都不能做 那不过我们要先了解这个 如果是用听证制度的话 它是类似法院开庭的审理 然后其实在美国要用听证 就是要用船票来传唤证人 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而且出庭作证要宣示 但是在台湾我们一般都是用拒绝的方式 那如果你答应了要出席国会听证去作证 然后你也宣示或拒绝了 你是不可以说谎的 除非你有拒绝证言权 那我们首先关心这个拒绝证言权 尤其刚刚比较大家关心的私人或私人企业 会不会因为他的私人或私人企业就可以 比较不被传唤不受调查 事实上没有 至少在美国的法律没有 刚刚先进都举了很多美国大企业被调查的案子 那最近大家也都最关心的 前一阵子美国的TikTok的执行长周寿之 接受美国参议院的调查 那当然这个是参议院为了行使他的职权 要去了解说对人民资料的收集利用 需不需要立法 所以这是国会的职权 所以他对这个TikTok执行长周寿之进行调查 那周寿之他询问的内容 当然你会说也许会不会涉及到他的营业秘密的问题 那我们待会讲 如果涉及到营业秘密 他可以要求说 我们要改成保密的不公开的方式来进行 但是他大部分都没有主张这个 他都是用公开进行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他整个丁正会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私人呢 他其实也是要接受 如果被传唤的话 他也是要出庭作证 那他有没有拒绝政言权呢 其实在美国的国会的 这个法律里面 拒绝政言权的空间是很小的 除了他美国宪法所保障的说 不自政起罪 还有各州联邦 各州的那个刑事诉讼法 也许有一些不自政起罪的规定 他也许可以参考 但是呢 美国的联邦法 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说 任何人不能因为担心谋修 或声明狼藉 用这样的理由就拒绝政言 也就是说 好像怕我讲出了 我见不得人的事 我就要拒绝政言 当然你要符合 也许你可以说 我去符合刑事诉讼法里面 真正会有自政起罪的问题 或其他问题来拒绝政言 但是如果真的是有 会泄露个人的秘密 或者公司的秘密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其实可以用不公开的方式 因为我刚刚讲 听证的概念 就是有点像法院公开审理 那不公开的方式呢 我找了这个 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 现行的 跟美国众议院的议事规则 那各位都可以参考 那目前我看 各家版本提出来的关于 其实都有提到说 在听证例外的时候 可以不公开 不过其实 我们目前写的方式呢 我觉得其实反而是 复昆其版本的是最好 为什么 因为其他人的版本呢 都写说 涉及外交国防或其他依法令 因秘密事项 都只有这个这样的理由 这个是原来的立法院直权行司法的条文 但是呢 因为其他因法令 因秘密之事项 那如果说 个人觉得说 他现在讲出来的话 可能会有指控他人犯罪的问题 这个其实不是 其他依法令 因秘密之事项 所以这个复昆其版本 他在后面呢 又加了一些理由说 如果你真的讲出来会对个人隐私 或企业秘密有受到 不当的侵害的话 那你也可以提出 然后请求听证会 他们去讨论说 要不要不公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 反而是更好的 他就可以解决了 说如果担心私人 或私人企业的秘密被公开 不过呢 复昆其版本 他还是有一个问题 可以再精进 因为呢 我们既然强调 如果是参考美国的 他的国会调查权 用听证都是用公开的 但是呢 他复昆其版本的草案里面 也有一部分呢 是用调查文会 好像是指不公开的方式 那这个 也许他们在内部再去 稍微修正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用公开的听证 什么时候用不公开 尤其他的草案里面呢 说用那个调查文会 就是指不公开的时候了 他是用宣誓 那因为我们在台湾 最好是用拒解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不管是 除非我正当时有请求 请求文会用不公开 那如果我公开了 我可不可以拒绝 证言的问题呢 那目前各家版本写的 其实都已经顾虑到这个问题的 他全部都是写说 包括这个民众党版本 翁晓林委员的版本 全部都写说 准用刑事诉讼法 有关拒绝证言的规定 那所以前面一些先进 好像慷慨这样的提到说 在刑事诉讼的时候 我都可以拒绝证言 怎么到这边不能 其实各家版本全部都说 可以 那么这边的版本 这个简报上的是 复昆几版 那老实说 我反而觉得是 有点太多了 太多 因为如果在美国的话 他的拒绝证言权的空间是很小的 那哪边太多呢 其中各家版本都有讲到说 准用刑事诉讼法 或者我看司法院报告强调说 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个行政诉讼法179条 但是这个条文不好 因为这个条文是说 你在一般的司法的个案的案件 它不涉及公共利益国家的 这些大事物的调查上 他说公务员可以说 他是为了保密 然后他没有问过长官 他就拒绝证言 当然他有说 这个长官除非有什么 妨碍国家利益的话 否则应该还是要让 他的下级的官员可以讲 但这就有一个模糊空间 但是美国是没有这种空间的 因为既然美国国会决定要调查的话 你下级官员你不能说 我长官没有同意我讲 我管官说这个是国家的利益 我就不讲 所以我觉得各家版本 虽然都说我准用 刑事诉讼法的拒绝证言 权的相关会有好几条 大概四条 但是我觉得要排除这一条 或做适当的修正 再来呢 傅宫吉版本的 除了这个说准用刑事诉讼法 它后面又多了一个说 涉及个人隐私 或其他法律受保护的秘密事项 也可以拒绝证言 我觉得这个第四个是不太妥当的 因为我刚刚讲到说 其实你如果真的涉及私人的隐私 或企业的秘密 你应该是跟这个听证会要求说 我们用保密的方式来进行调查 那如果你说 只要涉及我私人隐私或其他秘密 我都可以拒绝证言 那等于就不用调查了 所以事实上美国没有 有这个理由的 所以应该是用 刚刚讲的是用不公开调查的方式 当然不公开调查 后续的调查报告也要适度的去保密 然后最后呢 刚刚各位最后都讨论到 藐视国会罪的问题 然后有人说 大法官是自585号只有提到说可以罚还 没有说可以用刑法的藐视国会罪 其实他有一个关键点 因为大法官当时解释的是立法权的范围 立法权的范围 调查权 然后不配合调查 我可以罚还 所以大法官说你立法权的范围 我可以罚还 但是大法官没有说 那你们藐视国会 藐视法院 我司法权那边可不可以去定一个 处罚的规定 所以大法官没有说不可以定 但是当然大法官已经有说了 如果你有不配合国会调查 你可以直接用罚还 但是如果你要 我们如果现在要用这个司法 另外去定藐视国会罪 其实没有不可以 不过目前我看到 傅宫崎委员的版本 其实他定的是比较少的 他大部分时候说 你不配合调查 这边左边讲的 你不提出资讯 你不出席听证 你拒绝证言了 其实他在他的刑法的草案 都没有处罚 他直接是用罚还 包括其实民众党版本 或者翁晓琳版本 都是直接用立法院的罚还就解决了 那傅宫崎他的版本 在刑法里面说 藐视国会罪 他只有说你出席听证 而且你还说谎 才有藐视国会罪 老实讲 美国是说你不出席听证 就有藐视国会罪 刚刚黄国昌委员有讲到 所以这一点呢 可以再去讨论说 到底藐视国会罪的范围 要怎么拿捏 好 谢谢